欢迎收听大安纪实,我是吕鹏 2000年以后啊,家住江苏兴化的马德财 跟他的妻子在家里边呢,也有将近两万块钱的收入吧 这是年收入啊,不是月收入 平均每个月合将近两千块钱 在两千年左右的时候,这也是非常可以了啊 尤其是在农村,这算是非常可观的收入了 可是呢,他们有一儿子,他们的儿子叫小华 小华呀,慢慢长大 家里的开销呢,自然也越来越大 凡是养孩子的,都有这感触是吧 不管挣多少,那孩子准能给你花出去 小华是个特别优秀的孩子 在村子里边啊,大家都羡慕他 你看,人得财奖啊,人生那么好一儿子 你看人小华多优秀啊 学习好,懂礼貌 人见人爱,人见人夸的这么一孩子 不仅是年年的三好学生 而且啊,从乡里的小学初中 一直考到了江苏省重点高中 大家每年在高考前后的时候 都能在微博热搜上看到相关的话题 就是江苏的高考是地域模式啊 别的地方呢,比如说我的家乡河北 包括山东啊,河南啊 这都是人口众多,高考那很难 江苏啊,不仅仅是考生多 并且呢,他是独立出题 考题特别特别的难 再加上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的考生啊 学习成绩都那么好 每个人都很有压力 所以能上到江苏省重点高中 是十分不容易的 马德才呢,从小啊 就太爱这个儿子了 这不废话吗 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眼瞅着儿子读书是越来越有出息 这心里啊,也是美滋滋 可是除了美滋滋 也有那么一丝丝的苦涩 为什么呀 这是现实问题呀 要想让儿子接受好的教育 你就得有经济做支撑 原本的马德才啊 是村里的一个会计 后来一想 凭着一家子务农 当当会计那点工资 偶尔出去打打零工的收入 不够孩子开销的 得了吧 这村会计啊,我也不干了 就辞职了 出去之后呢 就开启了出租车 这一开出租啊 可吃到甜头了 虽然早出晚归很辛苦啊 可是呢 一天能有一百来块钱的收入 这比务农种地要高得多 并且啊 儿子到城里读高中之后呢 他们平时在家见不着 这么一来 哎,一早一晚的 还能见着儿子 这挺好 2003年7月份的时候 小华呢 确实也是有出息 高考分数呢 超出江苏省 一批本科录取 限三十多分 不过小华也知道 自己家呀 家庭经济状况有限 如果说去特别远的地方啊 这生活成本得多高啊 每年放假的时候 一来一回 那车票得多少钱呢 这么着 他就选择了 费用相对比较低 同样也是 一本重点院校的 南京师范大学 我之前江苏台 很多钱同事 都是南师大出来的 这样一来呢 小华呀 就去南京读书了 妻子呢 还是在家里边 种那点田 因为农村人呢 都有一个乡土情节 就这点地 哪怕不挣钱 不过我要说是 看着他在这慌着 不种他 这心里啊 就过意不去 一定得把这地 给守好了 这么一来 一家三口 分了仨地方 马德财呢 继续是在城里边 开他的出租车 儿子也出去了 媳妇也不在 偶尔有点闲钱了 就去休闲休闲 娱乐娱乐 在这期间 就认识了一个 湖南的妹子 叫小丽 打这儿开始 这小丽啊 可以说是改变了 他的生活 慢慢的呢 经济状况 也显得有些 入不敷出了 你光是养孩子 你光是家里的 这些日常开销 那你这收入没问题 可是你在外边 又有别的女人 那这肯定是不够啊 马德财呢 原来是村里的会计 为人呢 也比较开朗啊 所以通过开出租车 也认识了不少朋友 后来他就了解到 有一些企业 需要开增值税发票 马德财 这么一看 哟 这机会来了 咱能赚一笔了 2005年7月份 他得知 星化市某不锈钢制品厂 需要开增值税发票 他就自告奋勇 当介绍人了 这样 我呢 能给你们把发票开出来 就从星化市某物资公司 为这个厂子 开具了面值 将近20万的票据 税款将近3万 随后啊 又在当年的11月份 和12月份 为两家公司 一共开了9份 增值税专用发票 他作为中间人 他不会白忙话呀 他也得赚点啊 马德财呢 得到了 一共是3000块钱的介绍费 这笔介绍费 马德财的妻子刘春英 还有其他的家人 是谁也不知道 这钱呢 就是给小丽花的 这么着 一直到了2006年年底 这马德财呢 一直跟小丽 也维持着这种 情人之间的关系 没事聊聊天 打打电话 见见面 是吧 约会一下子 见不着的时候呢 就发短信 发点暧昧的短信 可这一天呢 手一哆嗦 按错键了 过去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那种 挫发短信的经历啊 一般的短信 挫发了 倒没什么事 可这短信要命啊 最主要 你看挫发到 谁那去呀 你要是挫发到 胡鹏狗友那 顶多嘲笑你一下 可他这条短信 发了他连接手机上了 可能有朋友 不知道连接什么意思啊 姐姐的丈夫 和妹妹的丈夫啊 这俩男人之间的 这个关系 哎 这叫连接啊 他发到他连接那去 那他连接肯定 得跟媳妇说呀 媳妇看见之后 肯定得跟 自个儿的姊妹说呀 这么一来 家里人可就都听说了 哟 德财在城里 跟别的女人好上了呀 之前呢 其实啊 他们耳闻过这样的风声 就有过这样的说法 谁也没当回事 也没去较真 这回这算是实锤呀 炸开了锅了 这可就 马德财一看 哎呦 我这李亏呀 我办了对不起 媳妇的事了呀 怎么办呢 我跟情人斯文吧 你看 最后不是想的回去 跟妻子谢罪 是跟情人私奔 把车就卖了 连夜带着十多万 跟小丽 就跑到了小丽的老家 湖南岳阳 她的妻子 刘春英 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呀 老实巴交 特别的朴实 一时之间 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啊 过去钱挣的少 可一家人踏踏实实的啊 也过个团圆 哦 现在是儿子也上大学了 挺有出息 得财呢 这也出去 开出租车 也挣了钱了 怎么就有这种 糟心的事出来呢 一时之间想不开 还差点自杀了 那一阵啊 亲戚朋友都担心的不行了 都开始劝她 哎呀 何苦来呢 得财啊 这也是一念之差 再者说了 实在不行 咱不跟她过了 不还有小华呢吗 还有儿子呢吗 小华都上大学了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也不能做傻事啊 要说起来啊 家里亲戚可没少 为他们操心 一看 这春莹自个儿在家 这叫怎么回事啊 小华也上着学呢 不行 咱们呢 得去帮春莹 把德财找回来 这么呢 就到岳阳去找马德财 最终 马德财是被找到了 2007年春节前后的时候 马德财啊 这算是回家了 一家人呢 又团聚了 之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也就随风而去吧 热热闹闹的 过大年 这个吃年夜饭 马德财的岳母 刘老太太 已经80多岁了 为了让马德财收收心呢 一向省吃俭用的老人呢 还从自己的积蓄里边 拿出来800块钱 给了马德财 你呀 拿去当铃花去 老人家呀 没有任何收入啊 800块钱 这对于老人家来说 这是从骨头缝里边攒出来的呀 这个举动 这个举动 确实啊 也感动了马德财了 这时候 他是又后悔 又愧疚 得亏啊 家人也都原谅他了 其实发生了这么多的遭烂事 上大学的小华 完全不知道 他的实施 在学校上课呢 以为父母在家里边啊 一切都好呢 2007年春节一过 马德财 带着妻子刘春英 就到苏州 打工去了 照理说 这家人的日子 会是越过越好 可是 2007年 兴华警方 在办理一起涉税案件的时候 发现 马德财 有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嫌疑 2007年4月27号 警方对马德财虚开发票一案 立案侦查 其实马德财 稍微的有点文化 在村里又干了那么多年会计 他自己也知道 帮别人开税务发票 这肯定是犯法的 后来呢 他也听说了 他帮着开发票那俩公司的老板呢 都被警方通知谈话了 马德财 这时候轰隆一下 哎呦 坏事了 这肯定是东窗事发了 这警察呀 迟早是得找上我 找上我来 这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呀 啊 罚钱判刑 这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 于是啊 他也来不及多想了 更没向家人解释 匆匆忙忙的 就跑了 刘春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 德财说出去几天 咱也不知道怎么了 直到2007年4月28号 警察找上门来 这时候刘春莹才知道 哦 合着德财不光在外边找女人呢 他之前还 还违法犯罪了呀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再不跟儿子说 这也瞒不住了 小华呢 已经成年人了 于是啊 刘春莹就把马德财涉嫌犯罪 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 并且上网追逃 还有啊 曾经在城里和一个女人 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事情 就全都和小华说了 小华一开始哪敢信呢 更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啊 我最崇拜的父亲 那么疼爱我的父亲 怎么会违法犯罪 怎么会和别的女人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呢 经过几天的调整之后 小华决定 大学毕业之后啊 带着母亲 在南京打工 没过多久 小华呢 就在南京找到了一个代课的事情 母亲呢 则在一家家政公司打工 尽管工作很辛苦 没白天没黑夜的 但是好在啊 有母亲陪在身边 不知不觉的 在南京一干 就是两年的时间 可是自己辛辛苦苦 十多年上学 又是一个 一本的重点大学的毕业生 就日复一日的 做着这种临时代课的工作 他也不是个办法啊 他呢 决定参加 长州一家单位的招聘考试 当然 您各位可能也说了 这现在在课外辅导机构 当老师多好啊 挣的也多 很多清华北大的 公务员不干 这个大国企不干 人就去这些培训机构 当老师 年代不一样啊 在过去人们还不是特别的 认可这份工作 但是现在 确实要想去找一些 好的培训机构 当老师 这是非常的难啊 有时候甚至难于上青天 要求呢 非常的高 甚至一些大的机构 里面的老师 真是恨不得都是 清华北大啊 复旦同济的这些 2009年的时候 小华呢 通过一道道的选拔 鄙视面试之后 终于成为了 某家单位的 正式的再编人员 经过两年的努力 小华呀 又成为了单位里边的 业务骨干 并且在长州 还订了一套房子 可是他这心里边 一直有心事 一家三口人各自一方 我父亲去哪儿了呀 父亲一走 就是五年 但是啊 在他大学毕业那年 父亲呢 从岳阳 给他打过一万块钱 他知道 父亲心里放不下他 并且呀 也在猜测着 父亲是不是 又去岳阳了呢 上期节目 咱们提到了 马德财在2007年的时候 就逃出去了 之后的这几年呢 家人过得是真不容易 得亏儿子小华呢 还挺有出息 2009年的时候 他呢 考到了某单位 成为了一名 正式的赛编人员 又经过两年努力 还成为了单位里的 业务骨干 还在长州 订了一套房子 老话总说成家立业 这一业是立了 也该成家了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总是有人呢 就给他介绍女朋友 小华呀 你该找个老婆了啊 该结婚了 赶紧的生个孩子 趁着你妈还有力气 能帮你拉扯拉扯 每回遇到有人介绍 他都刻意的回避 他知道一旦谈朋友 那么肯定是要提起 双方的家庭父母的 而他的父亲 是一名赛逃人员 这让他怎么也开不了口 也成了 他心里边啊 解不开的结了 就在这个时候 2011年8月7号 小华接到了 兴华警方的电话 那么警方找他干什么呢 是为了他父亲 马德财的事 小华从公安那儿得知 全国公安机关呢 正在开展以追捕逃犯 为主要内容的轻网行动 民警呢 想请他帮助做工作 劝父亲投案自首 接到电话之后 小华呢 这心里边啊 又开始拧巴起来了 一方面呢 不知道父亲在哪儿 另一方面呢 父亲一旦自首 那是肯定得坐牢的 自己这边啊 再找女朋友 那更不好说了 你父亲干嘛的 监狱里边呢 他的母亲呢 肯定会更加的痛苦 2011年8月8号 也就是第二天 小华呢 如约的来到了 长州市区的一家宾馆 跟兴华警方啊 来见面 小华其实这么多年 这心里边是埋怨父亲的 可是民警呢 对他进行了一番 耐心的劝说 小华这心里边 那个纠结的地方啊 慢慢的释放了 他也觉得 父亲总躲在外边 他不是办法 如果投案自首争取主动 还能得到宽大处理 一旦被抓住 那可就被动了 被抓和投案自首 最终的量刑 那是有明显差别的 8月10号的时候 也就中间又隔了一天 小华呢 经过反复的思量 终于给办案民警 打去了电话 他说呀 他想让家里的长辈 跟自己一起带着民警 到岳阳找父亲 可是呢 这事跟长辈们说了 长辈们不愿意 这让我很为难呢 民警一听 小华呀 这事呢 你别担心 我们呢 也帮着做做 你家里长辈的工作 8月11号的时候 民警就找到了 小华的姨娘 就跟他说了 人哪 哪能不犯错呢 犯了错 也得给机会改正才对呀 后来是左劝右劝 俩姨娘才说 小华呀 要么你跟公安局的人去吧 我们两个姨娘呢 出2500块钱 小华知道 在外地找人 是难上加难 但是啊 有民警跟着去 这心呢 也稍微踏实一点 2011年8月15号 小华跟单位 请好了一个星期的假 带上父亲马德才的资料 就开始了他的巡护之旅 他们一行人呢 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县 岳阳县呢 是一个山区小县 人口呢 也不多 几十万人 都找遍了 可始终没有父亲的音信 后来他想了一主意 就跟警察说了 要不咱们到电视台 等寻人启事找找看呢 反正来都来了 或许能管用呢 民警一听 也有道理 8月16号 他们就来到了岳阳县电视台 小华的这个经历啊 告诉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之后 人电视台的领导呢 也挺感动 原本呢 来滚动播出巡人启事 一天呢 是收费400块钱 后来领导说 就象征性收点钱就得了 每天滚动播放 一共是十天 另外呢 再加上一些图文 象征性的 一共收了他800块钱 寻人启事 是从8月18号晚上开始播放的 为了尽可能的 让父亲看到 并且呢 让父亲打笑顾虑 小华还决定 找一个借口 就说呀 奶奶病重 希望父亲呢 能够联系我 回家看看奶奶 一直在外地这么耗着 也得吃 也得住 这生活挑肺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为了减少开支 寻人启事播放之后呢 小华呀 就和民警 暂时回到江苏了 要说起来 这寻人启事也真管用 8月18号晚上播的 8月20号 小华呢 就接到了父亲 马德财的短信 小华这个激动啊 父亲告诉他 说我在岳阳的一个建筑工地上 不方便打电话 这样 等晚上有时间再打吧 这一天白天呢 小华 是俩眼睛 瞪着时间的啊 一分一秒的在那数啊 总算天黑了 迫不及待的就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 你回来吧 我 我 可能是很长时间 没听见儿子声音了 马德财一时间呢 也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我 支支吾吾了好几遍 没有后文了 小华呢 把前因后果 所有情况都说出来了 马德财啊 又沉默了 小华也知道 父亲呢 是有思想包袱 这个也能理解 小华通过和父亲 这通电话交流才知道 这些年来啊 父亲呢 也一直很想家 一是担心法律上的追究 更主要的是担心得不到家人的谅解 所以迟迟的下不了决心 转过天来 小华就把这情况跟民警说了 民警呢 就给小华鼓气 小华 你告诉你爸爸 主动投案自首 肯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让他放心吧 小华呢 这一天呢 又再次联系了父亲马德财 马德财 经过反复的思量 确实想家人 想儿子 这才说 小华呀 爸爸听你的 回家投案自首去 8月23号 民警带着小华的姑父一起 来到了岳阳 并且顺利的联系到了马德财 至此马德财 结束了长达五年的逃亡生活 他主动向警方 交代了介绍他人 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事实 兴华警方呢 也依法对他采取了取保候审 2011年8月30号 兴华警方呢 将这一案件依法移送 兴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上期节目啊 给大伙留了一个悬念 马德财为什么又去了岳阳 是不是去找小丽了呢 是的 五年前 马德财为了逃避警方抓获 走投无路 又想去投奔小丽 可是 俩人当情人的时候 马德财开车能挣钱呢 现在马德财分文不正啊 这个风尘女人呢 就恢复了本来面目 你来干嘛呀 你找我干什么呀 咱俩有什么关系啊 就不理马德财了 马德财 这是毁清了肠子了 我为这么个女人 我是抛家舍业 为了给你买东西 我才徐开发票 我才犯下罪啊 我这走投无路来找你来了 你是撕破了脸不认人呢 现在 我是众叛亲离 有家不能回 马德财从这之后 哪怕走在大街上 只要听到警笛声 看见有穿警服的 都会吓出一身汗 马德财这人呢 心灵手巧 能吃苦 会开车 不过因为出了事 他是逃犯 他不敢开车了 你开出租 你得挂靠公司啊 你得去应聘呢 人一看你这名字 不就全漏了吗 到底亏啊 除了开车的手艺之外 他的木工 瓦工手艺 也很出色 这些年在外边呢 就靠这一身的好手艺 马德财后来还说呢 如果不是做错了事 我家的生活 过得不会比别人差 最起码 比现在啊 要好得多 马德财的妻子 小华的母亲刘春英 确实也是一个大度的人 看到马德财回来了 也就不计前嫌了 2011年9月30号 兴化市人民法院 依法审理了马德财 需开增值税 发票一案 经过审理 鉴于马德财投案自首 主动退赃 依法从轻判处 马德财有期徒刑三年 缓期三年 拿着判决书 马德财是泪流满面 当庭就表示服判认罪 照理说这个案子 讲到这儿就结束了 可是并没有 接到判决书的当天晚上 马德财啊 睡不着觉了 他想呢 先回到妻子身边 在妻子打工的附近 找份工作 他也想等儿子的心房 拿到钥匙啊 你看我这瓦工活 木工活 咱都能干 我去给我儿子装修去 现在啊 所有的生活 都充满了希望 就在马德财准备 去南京的时候 回家之后 到处打听的好朋友 张有明 终于也有了消息 张有明呢 是马德财的挚友 因为涉嫌诈骗 潜逃在外 得到张有明的消息 他才想想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他没多想 他下定决心 要给自己朋友纸条明路 投案自首 经过一番波折 马德财终于联系上了张有明 五年互相都没联系了 乍一听到马德财的声音呢 张有明也很激动 马德财呢 直接了当就把意思说明了 张有明啊 也陷入了矛盾之中 他知道 骗了别人八千块钱的现金 肯定是受到追究的 马德财就劝他 有明啊 你听我说 跑肯定是跑不了的 即使跑得了一时 你总不能在外边躲一辈子吧 德财啊 不说这个了 再说吧 张有明呢 心里一直也在纠结 可是马德财并没放弃 一次又一次的打电话 最后马德财决定 得当面劝劝张有明 他们呢 就约定了见面的地点 见面之后啊 俩人紧紧的抱在一块 是泪流满面 俩人感情确实是非常的好 马德财 拿出来了两份材料 一份是公安机关 致再逃人员及其家属的一封信 还有自己的刑事判决书 张有明看完之后 跟马德财说 德财啊 我听你的 去自首 10月17号 他在马德财的陪伴之下 走进了公安局的大门 跟马德财